君无法不立 法不言无微 代表们一致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破坏了我军法治建设的总栏图 描绘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军事篇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法治篇 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的创新篇 是把握新时代建军治军特点规律 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 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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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指出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军的特有优势 要进一步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军的制度和工作机制 强化全面依法治军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积极稳妥地做好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重大问题的运筹谋划科学决策 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 统筹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推进依法治军战略取得新成效 要加强同国家立法工作的衔接 突出加强备战急需 改革急用 官兵急盼的军事法规制度建设 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 以上率下 领导机关要依法指导 依法用权 做到心有所谓 言有所借 行有所指 按规则正确用权 谨慎用权 干净用权 自觉做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的带头人 为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发挥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真正为打胜仗奠定基础 代表们表示 一流的军队必然有一流的法治 建设一流军队需要一流的法治保障 实践充分证明 军队越是现代化 越是信息化 越是要法治化 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着眼于全面加强我军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为推进强军事业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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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